请问吴先生 你是什么学历啊 大学本科 后来还读了研究院 是学本大 你是一个人租呢 还是代家属啊 两个人租 两个人 你看 我真是年纪大了 这套房子 我好像已经租给别人了 还是请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吧 白老夫人 其实呢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才一定要在租界内租建房子的 我新找的这家报社 有一个附加条件 就是凡来报社上班的人 一定要居住 或住在租界内的 否则是该不考虑 那 老夫人啊 其实跟我的那个秘书啊 她不常来的 所以可以说呀 只有我一个人住 那那你那个秘书是 刚毕业的大学生 小张 是个男的 是这样啊 那结婚了吗 我都还没有结婚 太早呢 好 说实话呀 吴先生 你的这些条件啊 确实是很不错的哟 你工作呢 也很执着的 啊 糟糕 工作不容易 那要不这样吧 我去跟那个人商量商量 哦 等有了结果再通知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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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那就帆老老夫人谋划了啊 好好好 存死了 你 过来一下 对对对 就是你啊 过来一下 你是下人吧 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叫我阿苏吧 哦 这个府里还是蛮清静的啊 还好的 哎呀 我得跟你秘书小张啊 跑到后方去了 来不了了 我怕以后 我要找个佣人猜钱 看来 你就帮我跑跑腿 办办事情吧 啊 这个 这 哎 我给工钱的 哎 来 两块 这个月的啊 拿去吧 五先生 真的不用付工钱 你有什么事情就吩咐吧 哦 哎 四块好了 啊 嗯 哎 哎 那 拿去好 五先生真的不用了 你有什么事情我帮你做 哎呀 你就去帮我买杯墨水吧 哎呀 哎呀 搬家搬得乱糟糟的 墨水给撒掉了 哎呀 快点去吧 我还要忙着写色论呢 快去吧啊 您很着急吗 是很急啊 那我去拿一瓶给你吧 有吗 我们府上小姐有 她出门了 正好我可以拿给你用 哦 那太好了 那你赶紧去吧啊 我 我现在您敢来了 哎 吴先生 哎 墨水拿来了啊 啊 放放放在那里吧 哎 哎 你现在有事情吗 没什么事情 你能不能把我把这些书 分一下呢 哎呀 这屋子里乱得都成杂货铺了 那怎么分呢 哎 就这么大大小小的 分一下就好了啊 哎 那这样不好找的 要不要按金石子集分类来放呢 你能分出金石子集呢 嗯 分着看吧 哦 好 那 那你就分一下吧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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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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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出事了 天塌了还是地雷了 范斯家族的人来香港了 他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 要夺回啊 已经判给你的那份遗产 文件已经送到法院了 法院来通知说 近日就要开庭审理了 叫早餐吧 董事长 这 这都已经到中午的了 怎么了 我刚睡醒 就想吃早餐 吃不下午饭 好吧 老徐 徐太太回上海了吗 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我昨晚做了一个梦 好像留苏还挺快乐的 我一不留神 把脸都刮破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征兆 我还是给你叫早餐去吧 好 你去叫吧 你们一个都不关心我 吴先生 东西我收拾好了 好 这儿有一本快肉余生记 我想借过去看看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你写个借条放在桌上就好了 吴先生 这条我写好了 我走了 三嫂 吓死我了 怎么了 看见了吗 刘苏从新搬来的房客屋子里出来呢 别看了 真有本事啊 才来几天就已经搭手了 可不慢 看来这回家里要上眼点秋香了 我觉得吴先生这人还不错 就怕人家看不上他 可不是吗 这天下男人哪有那么不开眼的 我觉得第一个伤心的要是老太太了 千辛万苦选出来的人哪 可不是吗 结束 Chickcast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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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得了啊 果然是汉林家呀 连下人的字都写得这么漂亮 哎呀 人长得是蛮标志的 可惜了 就是身份太低了 好 有老鼠啊 阿 阿淑啊 阿淑 有老鼠啊 老鼠 老鼠啊 屋里发现老鼠啦 快来啊 阿淑啊 老鼠 老鼠啊 怎么了 快去 救命啊 阿淑 有老鼠 有老鼠 救命啊 救命啊 阿淑 大老鼠啊 有老鼠 在这里 在这里 阿淑 打打打打 打打 阿淑 撒 打死他 打打打 打打打 你看到了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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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抱上了 哎呀 这 过来 快去 家 去 你干什么呀你 以后不要敲门了 又吓了我一跳 不敲门不好吧 原来是二位大嫂啊 我还以为是阿苏呢 哪个阿苏啊 就是你们家的下人 刚刚帮我捉老鼠的那个阿苏啊 我们家下人没有叫阿苏的 叫阿花的倒是有一个 是啊 阿花我不喜欢 就是刚才出去的那个嘛 你刚刚出去的 是我们白家六小姐啊 吴先生和我们家小姐认识啊 不认识啊 你们家哪有小姐啊 小姐不是出门了吗 出门的那个是七小姐 刚才那个是六小姐 对啊 喂 搞错了 可是那天他帮我买墨水的时候 他没说自己是小姐啊 吴先生 我们家小姐像下人哪 不像 不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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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不像 哎呦 我还纳闷 哪有下人写的那么一首好字啊 不像不像不像 写的什么东西啊 戒条啊 戒什么东西了 说 戒的是书啊 哎呀 实在是不好意思 请二位啊 带我转达 向六小姐的道歉 没有关系的 我实在是有眼无珠啊 哎呀 来了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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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快请进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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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六小姐啊 实在是对不起啊 我 错把你误认为 好呦 请你原谅啊 一个书生愚钝的眼睛 吴先生 你太客气了 我本来就很像下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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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六小姐气质显雅 吴某人有眼无珠啊 还请白小姐原理啊 吴先生 千万不要这样 你是报社的大主笔 我是应该执下人直礼的 哎呀 吴某不敢啊 哎 六小姐请坐吧 吴先生 您请坐吧 哎 六小姐请坐 哎呀 还是吴先生坐吧 哎呀 还是小姐请坐好了 哎呀 还是小姐请坐好了 我们俩这么让来让去的 一天都坐不下的 哎嘿嘿 那好吧 哎 哎 吴先生请坐吧 哎 好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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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小姐的才华呢 吴某已经领教过了 哎 现吴某有一事 想劳烦六小姐帮忙打理 不知六小姐是否有空闲啊 我就是一个闲人 吴先生有什么事你请说吧 哦 哎 那吴某就不客气了啊 请讲 哎 这里呢 哎 这里呢 来 一些文稿 想劳烦六小姐帮忙 教队一下 哎 报社呢 恢复教队费的 可是教队 肯定有很多规矩的 我不懂的 哎呀 简单得很呐 规矩嘛 可以边做边学嘛 那吴先生 你可以教我吗 哎 当然可以了 那我就学学看吧 啊 那吴某就自信一点啊 好呀 那 比方说啊 这个字错了 我们就用一条线 把它引到下面 把正确的 哎 写上 好了 哎 还比方讲啊 那 这是个逗号 应该是句号的话 我们就把它改过来 改成句号 哦 好了 就这么简单啊 这个是符号吧 哎 对对对对 这个符号啊 不 这句话 你看看这 哎 这 做 哎呦 啊 画这么一个符号 给他做名 范柳元 我看你是越来越无能了 你现在无能到一点勇气都没有了 女人女人你搞不到 官司是我给你打赢的 现在你要放弃 你知不知道 对于一个律师来说 是事关荣誉的大事 啊 你放弃了 那不就等于我的官司还是输了吗 我现在对很多事情都犯了 尤其是荣誉 你就是一直想着红莲 你一直想着他对吗 可你看看你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 罪生梦死 我告诉你 你要放弃了 我不放弃 我不放弃 要争 你去争吧 看报了 看报了 万事公司董事长准备放弃遗产 来 董事长 看报了 看报了 万事公司董事长准备放弃遗产 全体坐下 本庭 今天将重新审理范天河遗产继承案 现在开庭 法官大人 我的委托人意外发现了 范天河的又一份遗嘱 根据这份遗嘱证明 这是范天河在世时更改的 最后一份遗嘱 根据遗嘱内容 范天河更正了将其遗产 留给其私生子范柳元的内容 也就是说 范天河 不再给范柳元遗产其成权 此证据有签字日期 及范天河本人的签名 此证据 请成交法庭过目 好 裴高 你对这个证据有什么异议吗 有 法官大人 由于原告方拿出了新的证据 我方也要做起新的证据相应对 所以请求法官允许暂时休停 好 同意被告提醒 暂时休停 我妈呀 这完全没有头绪 好 好 若依 若依 医生 你太太怀恋了 真的 要多照顾你太太哦 还有 常带你太太去听听认身常识 好 和婴儿护理常识 好 我会的 我会的 若依 若依 你听见了吗 你听见了吗 谢谢你 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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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依怎么样了 徐先生 徐太太 若依 若依 怀孕了 好 若依好 我先走了 若依啊 若依啊 罗依 袁 舅 舅 若依 这场官司注定是要输的了 你就放弃吧 好好地照顾若依啊 怎么 怎么一下子就这么输了 不可能 不可能这么输的 徐先生不能就这么放弃 我不会放弃 我绝对不会这么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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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苏 妈 打电话呢 没人接 没想到吴先生的昆曲唱得这么好 妈 这个文人就是好 她经常开堂会 什么角我没见过呀 一想起过去 我心里就难受 你去吧 那我下去了 刘苏 做人要活络点 别太死心眼 小的 小的了 好漂亮 好漂亮 可以插上 吴先生啊 扮上去真是很英俊 麻麻糊糊 麻麻糊糊了 就是看不出来是男的还是女的 去 就你会说话 快出去玩去 去吧去吧去吧 去吧去玩去吧 吴先生啊 那些伴奏都是献请的 那是戏班子里的文场 那得花钱的 当然了 要是舍不得花钱啊 能买了今天晚上这场热闹吗 就是就是 不是嘛 这老话说得好 省着省着窟窿等着 废窿等着 废了废了那就对了 对啊 弟妹啊 我们先走吧 别爱着吴先生下妆啊 走啦 我先走了 没事的好好好 那位嫂嫂慢点走啊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那位嫂嫂 什么事啊 那位嫂妇人 这个是下个月的房钱 提什么 还有些时候呢 就是啊 最近啊 刚得了一笔稿费 手头比较宽裕 另外呢 这三十块大牙 就务必请带我 转交给刘叔小姐 这什么钱呢 我们转交不太好的 就是啊 这么静便 你自己给她不就行了吗 就是 要是我自己能够给她 还劳烦二位嫂子干什么呢 请你们务必来转交给她 你看都快成一家人了 自己留着花嘛 那怎么可以呢 这是刘叔小姐啊 教稿得的稿费 请务必带我转交给刘叔小姐 是是 那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拜托拜托了 那我们就再劳劳 好好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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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见 回见了啊 小姐 喝水 哦 小姐 你真的好了不起啊 我为什么了不起啊 都说吴先生学问大 可是他学问再大 文章还不是要我们家六小姐来改 不要乱讲啊 这叫校对 校对就是把印错的地方改过来 知道吧 那还不是他有错才会让你改啊 你这支红笔真厉害 不跟你讲了 不过出去不要乱讲啊 待会儿吴先生不高兴了 他不高兴 我还不高兴呢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 小姐 你真的没看出来 怎么了 他在追你呀 乱讲 是真的 六小姐 你人太木囊 人家追你你都看不出来 真是太不懂感情了 阿花 你来我们家这么多年 我可没看出来你很懂感情的 小女子 花心思还挺多的 都是戏里唱的 哪个女子不怀春啊 好了好了 快去睡吧 好 我不说了 六小姐小心就是了 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她不配你 那你告诉我 谁配我 我虽然没见过 但是我知道你心里面想着香港那个姓范的 去 睡觉去 快去 她们 5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云 我死了 我知道 我死了之后一直在看着你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我很知足了 宏林 我在哪才能见到你 刘云 我已经死了 你现在的生活 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如果我不去英国 我们就不会生死两重天了 跟你去英国也没有关系 可日子断了 日子总是要断的 人生总是要面临生死离别 就算再好的爱人 也要有分别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过很多很多 这样已经很富有了不是吗 你这么想吗 这些话 只有一个死去的人说出来 你才会有感悟 对吧 你也在这儿 日子总是要断的 你还不明白吗 可在我这儿 不会断 你是不想断 还是因为心里有愧 刘云 你知道吗 你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做做的 请不要那么尖刻 有些事情我迈不过去 因为你根本就不想迈过去 你懦弱 想摧残现实 来表达对过去的愧疚 你活得一点都不自然 你为什么对我总是这么尖刻 别再怨天尤人了 生活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别这样留言 别像一个懦夫一样 在这儿挤眼泪了 我是个懦夫吗 你难道不是吗 今天你的官司正在开庭 你却躲在这里逃避 就算你不会自己想想 你是不是也应该 为你的朋友们想想 可爱的邱律师 还有你忠实的朋友徐先生 你想过他们吗 算了 你就逃避吧 你钻到坟墓里去 我要是红莲 我都不收留你 百六宋 你太过分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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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吴先生盖了一夜的稿子 快去床上睡会儿吧 是不是做梦了 也记不得做了什么梦 梦见哪一个人啊 忘了 限几点了 都上午了 我再去睡会儿啊 嗯 好 快去睡会儿啊 我怎么 我去睡会儿啊 我先想我我我 不得在地上 obtu ser 反对 反对成立 请被告拿出证据 当然了 要有证据 我想问问原告 能够证明你们手中遗嘱 真实性的证据又在哪儿 抗议 法官大人 被告企图转移提问 被告不得转移提问 法官大人 根据原告举证的条款 拿出证据的一方应该是他们 而不是五方 我们手中持有 已经判定的合法证据 真实的遗嘱 法官大人 请允许本律师承证 好 阎哥 你对这份遗嘱的真实性 有疑议吗 没有疑议 很好 你很诚实 罚官大人 不过 我有一些问题 要请问被告 请问 请问 根据继承法来说 党立遗嘱人有几份遗嘱时 当以哪一份遗嘱为主 我是学法学的 但你的问题任何一个有一点点法学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 请被告正面回答问题 好 原告 你听好 原告 当是以最后时间的遗嘱为主 原告被告的回答清楚吗 非常清楚 法官大人 您手中的那份遗嘱是什么日子 我可以替法官大人来告诉你 是一九三零年十月十五日 很好 法官大人 我这里有一份一九三零年十月十九日的遗嘱 此遗嘱比被告的遗嘱满了整整四天 请缩继 非常好 非常好 但现在的问题又回到最初 就是在你方能够认同我方遗嘱是真实的前提下 请问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 你的那份十九日的遗嘱同样也是真实 我可以证明 我们的笔记专家可以证明 谁又能够证明那些笔记专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法院可以证明 法官大人 我们找到了六位有司法资格的笔记专家 进行了鉴定 六位专家得出的结论非常一致 签名为范天河亲笔 法官大人 请允许我将证据呈上 被告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法官大人 鉴于原告一方拿出了新的证据 我方 鉴于休庭 一期再拿到有利证据后 再来进行法庭辩论 我反对 法官大人 被告企图拖延时间逃避法律 我建议 向被告所有财产冻结 保全 认识 被告 你必须也拿证据或有利的理由来要求休庭 否则 否则 今天将合议 法官大人 由于我方重要的当事人范柳元没有在来 所以要求休庭 反对 反对有效 被告理由不充分 不 我方一定有理由 但是需要时间 好 因为 被告方理由不充分 进入下一个程序 法庭合议 法官大人 怎么了 你是什么人 我是本案的当事人范柳元 法官大人 请允许我申辩 请讲 我能证明原告的遗嘱 是假遗嘱 反对 请举证 请被告举证 法官大人 我父亲范天和 在十五号立过遗嘱之后 从十七号起就陷入了深度昏迷 他不可能在十九号再亲笔又写一份遗嘱 你有什么证据 这是当时英国医院我父亲范天和的病例附件 请法官大人过目 你从哪儿找来的证据 你从哪儿找来的证据 刚刚在去英国市的行李中找到的 反正我给你差点让我蒙羞 告诉你这官司要是放弃了我恨你一辈子 休婷 没想到情况会这样 谢谢了 恭喜 谢谢 谢谢 朕得感谢一个人 谁 在哪儿 他不在香港 好像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吴先生 我是白流苏 是流苏小姐啊 快请进请进 流苏小姐 请进请进 请请请 请坐 吴先生 这稿子我校对好了 你看一下吧 流苏小姐真不愧是校对的圣手啊 吴先生真会开玩笑 你先看一看 那我走了啊 流苏小姐 这里还有一份教稿 请你帮忙 再校对一次 吴先生 这稿子我校对不了了 其实我对校对稿件 是没有信心的 再说我想去找一份工作 这次我帮不了你了 流苏小姐 为什么要出去找工作呢 在家校对 不是一样可以挣到钱吗 对了 对了 应该谢谢吴先生 那么客气把稿废给了我嫂子了 那是应该的啊 那我收下了 再见啊 流苏你别走 我还有话要跟你讲 流苏 你看我一急 就直回了你的名字 实在是对不起啊 实在是对不起啊 请你原谅 我还有话要跟你讲一讲 你请坐 坐 这些稿子啊 请你务必帮忙 再校对一下 吴先生 我可能真的没有时间 来帮你校对这些稿件了 流苏小姐 请你听我把话讲明 我把这些稿子啊 拿回去以后 编辑部的同人 是齐声在好啊 说这个校对的清楚 字呢 写得又漂亮 我也是一时得意 就 刘四小姐 我讲出来 你不要生气啊 我就把对刘四小姐的 心仪之情 和同人们讲了 同人们听了 也都为我高兴啊 刘四小姐 我这么讲 你不会生气吧 我没有生气 被人心仪 总被被人讨厌好吧 哎呀 你能这么讲 我呢 就不太紧张了 同人们高兴之余啊 还帮我出了好多主意 他们帮你出主意啊 出来听听 首先呢 留下一把条素 然后呢 再进一过去 要这把条素 要这把条素的同时呢 再故意地 留下一样别的东西 这样来来往往 就多了一些接触的机会啊 这些教稿 就是他们 让我交给你的一把条素 对 六四万 旁若这次 你不帮我叫了 他们肯定会笑话我的 所以无论如何 你再帮我叫一次 哪怕就一次呢 好吧 吴先生 那这份稿件 我再帮你交对一下 不过话说回来了 有些事情 不借条素 也能够办到的 有些事情 借一百把都没有用 你不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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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 你不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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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 他也有什么 你不得了吗 我赶紧 我赶紧 你不得了吗 我赶紧 你不得了吗 你不得了吗 我赶紧 我赶紧 你不得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